好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第一章的 这个1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经济学的十大原理 那我们上一集介绍第一到 第一到第七个这个的原理 那这个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人们如何做决策 第二部分是人们互动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第三部分 那整体经济如何运作 那这是这个在第13页 这一节 How the economy is a whole works 整体经济如何运作 好 然后这个 那第八个原理是 一国这个生活水准决定 该国生产商品服务的这个能力 那一开始课本提到 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生活水准有很大的差异 好 比方说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平均公民 平均所得呢 大概是这个4万7千块美元 然后台湾是大概是1万7千800块美元 那现在大概是2万块美元 好 那可是像非洲奈及利亚 那奈及利亚只有1千400块 好 那所以说呢 就同一个时点来看的话 那不同国家的这个所得水准有很大的差异 好 那其实就同一个国家来讲的话 好 那不同时期的生活水准 可能有很大的这种差异 好 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 好 台湾现在的国民所得水准是 是2万块美元 好 那可是 在这个1961年的时候 我们平均美元 国民所得水准是有154块美元 那你可以想 单看这两项数字的话 你可以知道过去50年间 我们的台湾的生活水准 有多大的这个变化 好 那是什么因素造成生活水准 有很大的这种差异 那简单来讲就生产力不同 好 那生产力呢 我们用一个功能每小时 就是我们生产的商品跟服务的数量 来衡量一国这种生产力 那这是在 这是在14页总编 这个productivity的定义 好 那当然你生产力越高的国家呢 它的功能所能够生产出来的 这个商品跟服务的数量就越多 那当然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生活水准就越高 因为你生产出来越多东西的话 你可以消费数量越多 那你生活水准就越高 好 那如果说呢 我们要 政府要提升这个人民的生活水准 那关键在于这个政策呢 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生产力 也就是我们生产商品跟服务的 服务的这种能力 好 那我们在25章呢 特别是25章呢 我们会说明一国生产力的这种决定因素 好 那这是 这是原理八 那原理九呢 就是当政府印太多钞票的时候 物价会上涨 好 那就第15页 一开始提到的 Price is r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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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e government points too much money 好 那当政府印太多钞票的时候呢 物价会上涨 好 那客本举的例子呢 是在1921年 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 然后呢 他 没有 他 他一开始呢 一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1921年1月的时候 他一份报纸只卖0.3马克 可是呢 两年不到呢 同样一份报纸 价格飙涨到这7000万马克 也就是说呢 价格的 这个报纸的这种价格呢 就上涨了大概2亿倍 好 然后其他的这个商品也有类似同样的涨幅 OK 好 那所谓这个物价膨胀 就Inflation 这个第15页 六上讲 Inflation 好 是基金体系 它整体价格水準 持续上扬的这种现象 我们把它称为Inflation 不是只有特别少数商品 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商品 它的这个价格 然后持续上涨 有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就把它称为Inflation OK 好 然后呢 那 如果发生Inflation的话 好 会造成这个 各式各样的这个社会 各式各样的这个社会成本 好 那这个我们在这个 第30章的时候 会再详细说明 有 会造成哪些的 哪些的这个社会成本 好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 这个 你国民政府为什么会撤退来台 好 其中的原因就是那时候 大量发行金盐券 然后造成这个 造成这个 那时候 这个 物价飙涨 好 然后连心惶惶 好 所以 所以到最后 最后导致这个 这个 就是国民政府失去的人心 然后到最后 这个 就 不得不撤退来台 好 好 那所以那因为这个 物价膨胀 那简单来讲就是 大家不喜欢物价上涨 如果薪水没涨的话 物价上涨的话 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你同样一份薪水 同样那么多的薪水 所能够购买的这个商品数量变少 那代表说 也就是说你的薪水的购买力下降 或者说你的实质薪资下降 那意味着你所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变少 你的生活水准变差了 那所以说这个 会有 在通常在物价 在物价上涨的期间 会有一些民怨 好 那所以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通常各国的政府 把这个物价膨胀率 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 是他们的政策目标 好 那物价主要这个 主要是我们之前提到 你物价之所以会涨 跟钞票多管有蛮密切的关系 好 然后这个 或者说货币数量多管 有蛮密切的关系 然后货币数量 货币数量主要是中央银行在负责 在管的 好 那所以说各国的 各国的这个物价膨胀呢 能不能维持比较低的水准 好 那这个主要是看他们 他们的这个洋行的作为 好 那为什么会有物价膨胀 那几乎在所有巨幅 而且持续的物价膨胀案例当中 那都是因为货币数量成长太快 那我就简单来讲 就政府印太多的这个钞票 好 那政府印太多的这个钞票 那政府为什么会印那么多的钞票 好 那一定是政府钱 简单来讲就是政府钱不够用 像这个 像台湾在这段期间 就台币期间 好 好 然后呢 每物价的都会涨这个 这个 这个五倍到十二倍之间 好 那这是因为什么 那时候呢 这个 那时候就花很多的这个 印了很多的这个钞票 好 那 那政府那时候 为什么印那么多的钞票 刚撤退 然后呢 刚撤退来盘 就要印很多钞票 因为政府有一大堆支出 可是呢 他税收又是有限 那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人民 来自于生产 那个 可是那时候台湾又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生产设施都遭到破坏 比方说这个 日本刚光复的时候 然后日本要撤走 然后他就跟 那时候的这个 台电的这种接收人员 跟孙亦权讲 就是要让台湾陷入三个月的黑暗 三连 还是 我忘记一半长期间的黑暗 就因为电力设施遭受到破坏 对 然后可是那个孙亦权 就率领 那时候他要当台电总工程师 孙亦权知道吧 是以前的前行政院院长 然后就率领台电工程师 让这个 让台湾在很短的期间之内 就恢复了供电 好 可是大部分生产设施还是遭到破坏 那你没有生产 就没有所得 然后就没有税收 那可是政府有一大堆支出 比方说重建支出 然后那时候有不少的军人 还有公务员来台 要花薪水 好 那政府没有收入 那 可是你有一大堆 这个必要支出要做 那是好怎么样 一般的情况是 现在的情况是花公债 我那时候有 那边有钱买公债吗 就没有钱 那就直接怎么样 就印钞票 那你钞票印多的话 就那边 政府都印钞票的话呢 那边有这个所动的钱面多 好 那你的这个支出增加 然后物价自然就涨 就我们刚才举新八威的例子 对不对 你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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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香蕉 年比比方说是 如果说你买十块钱 一百块可以买两根香蕉 一根香蕉就是五十块 那可以到最后一百兆 可以也只能买两根香蕉 那一根香蕉就变成五十兆 好 那所以从这个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 物价为什么会涨 当那边钱 所动的钱变多的时候 那物价自然就涨 那那边钱为什么会变多 突然之间变多了 那通常是因为 政府变得太多的钞票 好 那政府为什么因为太多钞票 那政府就是政府没钱 好 那没钱因素有很多 那我们刚才举的这个 台湾光戶初期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好 那你物价会涨 是因为政府印了太多的钞票 那你要让物价稳定下来的话 那就是要让钞票的数量 钞票金额 钞票总额变少 那所以说那时候的币字改革 那时候在1949年的时候 14币字改革 就是用四万块新台币 换一块钱新台币 四万块旧台币 换一块钱新台币 那代表说呢 你整个的这个 钞票总额变成原先的多少 就变成原先的四万分之一 四万块旧台币换一块钱新台币 那你这样的钞票的总额 发行呢 是就变成原先的四万分之一 也就是说货币数量大幅 瞬间大幅减少 然后再加上呢 它现在新台币呢 是以 从大陆一来的房金做了发行准备 那大家对新台币有信息 那所以让这个 让这个 那时候 那 让这台湾币字改革之后 好 让物价都会稳定下 都会迅速稳定下 好 那第十个原理的是 社会面理物价膨胀与失业的这种短期取舍 那如果用图形来表示的话 好 那横走呢 是失业率 然后纵走的是这个inflation rate 我们通常在 在总体经济学我们通常用π 来代表这个 来代表这个失业率 好 那这个原理讲的是什么 假如是在短期间的话呢 这个 这个 这inflation rate呢 跟appointment rate 跟失业率之间呢 是成长互相关系 好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呢 比方说原先呢 整个经济体系的 这两个 这失业率跟这个inflation rate的 这个水准是在这一点代表组合 好 那如果说呢 你政府呢 要让失业率下降 好 那你必须要互出呢 引回薰率上升的代价 就是说如果说你取的是 你的这个失业率下降 好 然后呢 你所必须要互出的代价 或说你的 你必须要舍去 你要舍去稳定的物价 然后呢 这个引回薰率会上升 好 那任何两个变数 之间取舍关系的话 用图形来表示的话 好 那他们之间就是一条 互协率的曲线 好 那我说相反的 如果说呢 你政府呢 要让这引回薰率下降的话 那你必须要互出什么样的代价 必须要互出失业率上升的代价 就是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好 也就是说在短期间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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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相加 这Employment Rate 然后再加上这Information Rate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经济体系的痛苦指数 一个经济体系的痛苦指数 因为这两个都是大家不想要的 好 那这个原理呢 用图形来表示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失业率跟这个物价膨胀率呢 它是成互相的互相关联的关系 好 那为什么社会会面临这样一个这种 这两者之间的这种短期的这种取舍 也就是说呢 没有办法同时改善 你要改善其中一个 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二化为代价 就如同我们这边图形所显示的 你要降低 你要降低失业率 你就要必须互出 在短期的话 你必须要互出更高的物价膨胀率 或者说你要降低物价膨胀率 在短期的话 你必须要互出更高的这个失业率为代价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为什么一个经济体系在短期 会面临这两者之间的这样一个 会这样的这种取舍 好 那在长期的话呢 你货币数量增加 好 一样它也会造成物价膨胀 可是呢 你货币数量多寡 并不会影响一国的生产力 跟产出水准 好 那这是怎么讲 比如说一国的 如果说呢 你在长期的话 你花更多的这个钞票 你的生产力就会上升 这合理吗 不合理是说 如果一国的在长期的话 如果它货币数量增加的话 那它生产力也会上升 是不是 这样才合理吗 不一定会上升 有可能上升吗 有可能会上升 那这样子的话 全世界会不会有生产力低的国家 或说全世界会不会有穷国 你生产力高的话 你这个国家就不可能贫穷 那如果说再长期的话 你生产力可以藉由 以货币数量增加而增加的话 那全世界会不会有穷国 就不会有穷国 如果说一国货币数量增加 可以造成 它生产力增加的话 那星巴威会是全世界 生产力最高的国家 因为它花的货币金额 这个钞票金额最高 可是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星巴威 几乎整个经济陷入瓦解 好 那所以说在长期的话 经济学家通常都认同 一个国家货币数量有多广 并不会影响到一国的生产力 这是在长期的结论 好 那可是在短期的话 你货币数量增加 是不是会影响到产出 会不会让产出增加 好 然后进了 你产出增加的话 代表从厂商要雇佣更多老公来生产 好 那所以说失业率 失业率也会下降 好 那在短期的话 经济学家对货币数量如果增加的话 好 那你的这个产出会不会 产出还有这个失业水准 会不会受到影响 有比较不同的 有比较不同的看法 好 好 那我们这边是说会 我们这边的说明是说 在短期的话 后币数量增加 会影响到产出还有这种失业水准 好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好 那过程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你后币数量增加的话 大家简单来讲 就大家手边的钱变多了 好 那大家呢 就愿意这个 愿意这个 互出更高的这个价格 来购买一下 来购买这个商品 好 那简单一讲呢 如果大家钱 左边的钱变多的话 好 那气球曲线会怎么样移动 好 就是说在这个单位的话 去不去现在显示什么 在这个单位的话 好 比方说你愿意付这个 这一单位你愿意付这么高的这个价格来购买 好 那你现在手中是 比方说是 你的钞票 你的这个口袋里面有100块的这个钞票 好 那如果说呢 你政府多印钞票 好 那每个人口袋钞票不是 不是不是这100块 而是变成100万的话 那你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 同样的这个商品的 这一单位这个商品 那你所愿意出的价格 会不会不一样 你会 你出的价格会大幅提高 对 好 那所以说呢 任何数量 任何数量都是一样 所以说呢 当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数量变多的时候 好 那 这个绝大多数商品的这个需求都会增加 好 那如果供给还是正 如果供给 你这供给是 就是 供给取现正邪率的话 你原先的均衡价格 把这个把批方把它改成这边 好 那你的这个均衡的这个 你的均衡的这个价格呢 就会上升 然后而且呢 而且你的这个交易数量 交易数量会增加 或者说厂商的供给量 供给量或产量会增加 好 那所以说呢 如果说呢 一国 一国货币数量增加的话 好 那你的这个需求会增加 好 那你这样子 你的这个 就商品跟服务的这种需求会增加 好 那你去 那 然后结果会造成这个 不但造成物价上升 然后同时也造成这个产量增加 交错量增加 或者产量的增加 好 那 所以这个需求增加的话 会造成价格上升 那而且呢 这个 产出呢 会增加 好 那 产商要增加产出的话 他会雇佣更多的劳工 就意味着失业的下降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当货币数量增加的时候 造成需求增加 那需求增加呢 到最后导致这个 产品价格上升 然后 然后这个失业率的这种下降 好 那所以说呢 所以说如果说呢 你政府要透过这个 要刺激这个 经济的这个需求 然后呢 让最后这个产出增加 然后失业率下降的话 好 那他如果是用 让这个 后币数量增加方式来刺激的话 好 那他所 他必须要付出 这产品价格上升的 这样一个代价 也就是说 引肥薰率会上升 好 也就是说 当 再短期的话 货币供给增加的话 好 他有可能呢 造成这个失业率的 失业率的上升 可是呢 他必须付出呢 这个 这个 这顾价上涨率更高的 这样一个代价 就是当货币 当政府想要让这个 透过这个货币数量增加 也就是采行这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来刺激这个 来刺激整个经济体系的支出的时候 好 那他会让这个需求增加 那需求增加呢 虽然会造成产量增加 然后进了造成这个失业的下降 可是呢 他也会造成 他也会造成价格上升 也就是说引肥薰率会上升 好 所以说呢 你的这个政府如果说呢 要透过这个 让货币数量增加 来降低这个失业率 好 那必须要付出 引肥薰率更高的这种代价 好 好 那所以说呢 这个 这结果就意味着这两个是 成反向的关系 那反向关系的话就意味着 这个他们也是取舍的关系 也就是说政府取得 如果取得是失业率的下降 然后他呢 必须要付出 他舍的是引肥薰率 他必须要这个 必须要整个经济体系要付出 这引肥薰率上升的代价 也就是他舍的部分就是 引肥薰率上升 好 那这样一个互相关系 在短期的话 通常是一两年之内 就经济体系不会出现 引肥薰率跟这个 物价膨胀跟失业同时下降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明的结果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这种 另外一种取舍 如果说你要稳定物价 你就是要让引肥薰率下降 好 那你就要设法使需求减少 如果 比方说你原先的均衡点在这边 你怎么样让这个价格下降 你这时候就要使需求减少 好 那大家所愿意出的这种价格就会下降 就代表说他需求减少 好 那需求减少的话就造成这个物价下跌 可是呢也会造成什么 造成交易数量产量 以及就业劳动雇佣量的减少 那劳动雇佣量的减少 通常就意味着失业率的上升 好 所以说虽然政府呢 透过这个让货币数量减少 你可以让这个价格降下来 引肥薰率下降 可是呢 你就必须要付出什么 必须要付出产量减少 然后失业率上升的代降 就是这一段 好 那这是这个第八项 第九项原理 然后最后 没有 这是第十项原理 好 第十项原理 我们还提到这个BGN Cycle 这个第十六页 左边这个BGN Cycle 好 那所谓BGN Cycle 景气循环是经济活动不规则且难以预测的波动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短期的这种取舍关系 然后在这个景气循环的分析上 扮演这个 扮演重要的这个角色 好 那比方说你的这个 这个政策制定者呢 他可以透过不同政策工具 好 我们刚才提到是这个 你的通货发行的这种改变 好 来影响这个经济体系所面临的物价膨胀跟失业组合 好 我们刚才提到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是让货币供给 透过货币供给增加 货币数量增加 好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是透过这个 这个货币货币数量的减少 好 然后呢 这个政府支出的变动或税数变动 好 那也有同样的 这以后我们再说明 也会有 也可以造成整个经济体系 这个失业率跟物价膨胀率的组合 这沿着这条线做变动 这以后 这以后我们会再说明 就是说政府 可以透过政府支出的变动或税数的变动 这些财政政策 好 然后让来改变这个 来改变这个整个经济体系的这个 失业率还有物价膨胀率的这个水准 好 那这些政策工具带短期可能有相当大的效果 可能 好 可是长期又可能有一些互作用 比方说你在短期的话你会刺激经济 让整个经济体系大多数商品的需求增加 然后造成产量增加 然后造成这个 然后造成失业的这个减少 好 也就是说你政府 比方说你政府多印钞票 这只是一个通俗的讲话 就是说 比较这个 严谨的讲话就是 如果政府让货币供给增加的话 货币数量增加的话 就货币数量跟货币供给是同一词 会使你短期的产出 产出增加 可是也会造成长期物价的这种上涨 就是说你的这个 在短期的话已经 物价已经涨 物价已经会涨 可是在长期的话 它会涨更多 好 所以说这个 政府如何应用这个 这个财政政策 或者说货币政策 来改变这个 一国经济的这个表现 因为它会 就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你改善了这个经济问题 那也 你势必要互出 整个经济体系必须要互出一些代价 不然你经济问题发生了 然后呢 你不需要互出任何代价的话 那你经济问题随时可以改善 因为不需要互出任何代价 那马上就改善了 然后这个当然我们行政院 当然就 行政院长这么一名 但没问题啊 好 那比方说我们这个 我们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好 那我们当然就要设 就那时候金融海啸发生 全球陷入经济衰退 然后就大家就比较悲观 因为失业率也上升了 好 那你当然没有工作的人 他当然就没有收入 但当然会缩减支出 好 有工作的人 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工作 工作能不能继续保得住 那他可能也会收益结实 然后多储蓄 万一他未来被解聘的话 他还可以活得下去 好 所以说呢 那时候这个 大家消费就变得比较保守 就大家就比较不愿意花钱 然后企业呢 在那时候悖观企乎弥漫之下 企业会增加他的投资吗 你投资就 你的产能就增加了嘛 对不对 可是大家消费变得比较保守 那你产能增加多生产出来的东西 你要卖给谁 所以企业呢 投资呢 也会变得比较保守 也就是说民间整个的消费支出 跟投资支出 都变得比较保守 情况之下 那你经济怎么样可以互数 好 那一种方法就是透过政府 就支出增加 好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这个 在2009年 2008、2009 这个 因为美国次级黄贷所造成的 这个全球金融海啸问题 越演越烈的时候 我们政府提出了 这个其中一项就是 4.5千亿的扩大公共投资方案 就政府增加公共投资的支出 好 然后呢 还包括这个降税 这边没有 那还包括这个降 把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 可以提升这个企业的税后的报酬 投资的税后报酬率 然后希望这个鼓励这个企业都投资 好 然后呢 这个中央银海采取一些这种扩张性的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好 那我们这个本来2009年的 我们经济是互成长 可是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经济呢 成长 这个我们经济成长率高到百分之十以上 当然那时候也是因为国际经济开始互输 好 那可是我们那时候的 我们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跟这个 后币政策 发挥 发挥不小 不小 不小功效 好 那虽然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经济比较快速的互输 然后失业率也曾经从高达百分之六呢 然后降到百分之四点多 那我们互出什么代价 你采取扩张性的这个货币政策 好 那钞票变 这个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数量变多了 我们大台北地区的房价有没有涨 过去几年大概涨了两成 为什么会涨 那就是 央行引导这个利率下降 利率降低 好 简单来讲就是说 这个后币数量 如果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大台北手边的钱变多了 然后呢 有更多的钱可以存到银行 那银行存款率会上升 还是会下跌 就会下跌啊 对不对 你存越多的话 代表银行要户的利率越多 利息越多 然后银行 银行的这个存款变多的话 然后它要消化这些 要去化这些存款 它必须要增加换款 然后换款率要 要 换款率要升还是要降 它可以 它的换款机能可以比较多 你跟银行借钱 那个 你的借款利率 越高 越低 还是越低 你愿意借的金额越多 是越低嘛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说呢 台湾从那个金融海啸之后 那利率只维持在很低的水准 包括黄贷的利率 那大家看到黄贷率这么低 大家愿不愿意借黄贷 那借黄贷就会买房子 那这个黄屋的需求增加 那黄屋房价就会怎么样 就会上涨 对不对 那房价为什么会涨 简单来讲 就是中央银行呢 让这个大家手边的钱变多了 简单来讲 好 然后这个利率下降 然后大家愿意多借黄贷 然后所以造成这个黄价的上升 好 那在过去这几年 大台北地区的黄价大概涨了两成 那很多人就更买不起房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政府财务有没有 这个政府的财政有没有恶化 有恶化啊 对不对 你经济衰退的话 政府的税收会增加会减少 会减少 可是你为了刺激经济 政府的支出又要增加 那政府的这个 这样政府会不会有预算赤字 预算赤字的话 就是政府的支出 大货政府的收入的部分 如果这是正的话 这只是正的话 然后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 这个劳保基金可能破产 劳退基金可能破产 然后有些人就一次领 就强领这个 他的这个一次领退 他的这个退休金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政府的财务非常好的话 你说劳保 劳保可不可能破产 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当然这是一个 就政府财务恶化一个相关的 可能引发的一些相关问题 好 那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 你虽然采取一些 在短期为了刺激经济 让经济可以比较快速的摆脱衰退 你采取一些这种扩张性的这些政策 好 那可是呢 你还是要是 这个 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你改善了你的经济的情况 你有一些强烈的政策 改 迅速改善一国这种经济的这种情况 好 那 他必须要 好 那简单来讲就分成两派 对 一个赞成这个 积极采取 政府这个积极应用这些政策工具 来 来稳定经济的 是其中一派 然后另外一派当然就是说 你政府呢 政府最好不要做太多事情 那 极端一点的话 政府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因为政府 越做的话 事情只会变越糟 那当然就 就 就不赞成政府 采取一些这种 有一些这种 强力的作为 好 那这个是在三十 我刚才讲的这些争议呢 是在最后一章 会提到 三十六章会提到 可是呢 我们只能上到三十四章 所以这三十六章 三十五章 三十六章 我们都没办法上 好 好 那这是第一章的 关于这个整体经济运 如何运作的 这个三个经济学原理 看看 有没有人 绝对 对 谢谢大家